皮蛋买回家不要总是凉拌 你就试试像我这样和青椒炒一炒 做法简单味道好 首先用水沾湿菜刀 这样切皮蛋的时候就不会粘刀了 锅烧空气倒入青椒 加少许盐 一边炒一边压出辣椒的香味 我每天都在更新一道不一样的家常菜 您就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时找得到我 炒至断生成出备用 另起锅下蒜末小米辣 炒出香味 倒入皮蛋 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 鸡精 蚝油 大火翻炒出酱香味 最后下炒好的青椒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